我觉得回复短信这件事情 跟拍照一样氛围感很重要 加一些语气 注词或者表情 然后瞬间对方接受信息的人 会感觉没有这么的冷漠 特别是现在年轻人 就是有很多很有趣的表情包 然后会来帮助人和人之间的沟通 略加那些技巧 真的有助于拉近人与人心的距离的那种 高情商的人一般都是性格比较圆的人 稍微少一些棱角 让这个人圆润一点 我觉得自然而然说出来的话 就会比较暖人吧 好了 同学嘛 我们今天上午的这个生活美学课 大家上得怎么样啊 开心 谢谢我们的西孟雄老师 谢谢大家 谢谢 那没有那么轻松的 今天我们西老师还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课堂作业 好的 我的课堂作业很简单 就是给我策划一个生日会 然后呢我们完成的时候分成两组 一组是已婚组 一组是未婚组 来做一个PPT 做一个测试这样子 PPT是啥 他会做PPT这里面 他会做PPT 谁会做 舅舅会做PPT 真的啥的 我们支撑 但是我们组的我们支撑 对 我们组有志的 咱也不可能 我也不会做 你会做吗 电脑课全玩 计算机课全玩星际了 你怎么能学会PPT 我也不会做的 大家呢 转动自己的小脑筋 一会我们去吃午饭 吃完午饭各自准备 然后下午我们到 教室来展示 下课 起立 同学们再见 老师再见 PPT不会做咋办 PPT不会做你们认输吧 走吧 吃饭去了 吃饭去了